《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我們上次接了一些關於海洋生物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的幾集都會繼續做海洋生物 今天我們會接海星 雖然如果你不當它是海星 就這樣當它是星星也可以 為了配合主題我們就姑且當它是一個海星 就是這樣 我們用一個四角形的紙 即是四方正方形的紙 就可以接到一個五角形的海星 其實都挺有趣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一張紙 你說海星是甚麼顏色 好像海星是甚麼顏色都有 我們首先就接這個對角線 中間線 對角 一樣 每一條線都是對準來接的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把紙本身有些問題 好了 接完之後 我們接另一邊的對角 但是這次我們就 不是接整整條線 只是接中間一個位置 做一個mark 然後我們其中一邊的尖尖 對回到mark 對 但這次不是全部接的 都是接中間的小小位置 做一個mark 對 mark 對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這樣接法 這個要說一下 我們要令到這條紙邊 碰到剛才那個mark 對 最後那個mark 但是這邊的角落 是黏著角落 這個就 看著來的話 你應該理解到 這個我們就接了整條線 對 好了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對 接完之後 這個角落始終是碰著的 這個角落始終是碰著的 這條線就要碰到那個mark 對 好了 好 攤開之後 我們就做一件事 我們就把 這一邊摺起 這樣 然後我們要調校到 那個摺線的位置 其實是碰到剛才那條斜線 對 那條斜線 和我們中線的雙交點 對 但是兩邊 記得要對齊那邊 即時這個是一個叫做 90度角的 對 好了 大致上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這個 這個點 中間的點 就是碰到剛才那條斜線 和那條中間線的雙交 對 大家應該明白 好了 到這裏我們反轉它 然後就把上面那條紙邊 對齊那條 剛才那個紙的位置 好了 好了 大概是這樣 對齊那條 是 摺到剛好這個位置 但後面不會凸出來 就是類似這樣 好了 到這裏就反轉它 我們就照這兩條線 原本的兩條線來接 好 好 對齊那條線 對齊那條線 因為原本已經有兩條斜線 在紙上面 我們照這兩條斜線 可以了 好 好 好 到這裏 這一邊是平的 這一邊是平的 我們又是一樣將它黏住的角落 和紙邊接平 每一條線都要刮緊一點 尤其是本身已經有兩層紙的位置 我們一定要刮得緊一點 好了 到這裡 我們就打開一張紙 這邊也打開了 這邊也打開了 接著我們要將這個紙邊 這樣 反轉地接下來 反轉地接下來 然後這裡就要做一些事情 這一邊就是 原本90度45度那邊 45度那邊就這樣接一接下來 這一邊就是長那邊的 三角形長那邊 我們就要跟著這一邊的斜線的痕 來接一個角度 這條紙邊接一個這樣的角度 然後這個位置就再接下來 大家要看著畫面來看 來接一下 好了 好了 接到剛剛好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它攤開 現在開始就是接這個海星的時候 接完線了 我們首先就將這個接下來 原本已經有線了 然後我們就跟著斜邊做一個 Reverse Flow 塞進去中間 塞進去 對 應該很容易的 因為原本已經接了一條線 在這裡 對 現在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大概 我們跟著就這一條邊 這一條邊 接下去這條斜線 那裡碰住 碰住來接 這個已經超過兩層 我們又要刮緊的那條痕 好了 做到這裡 做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揭開它 就會這樣 這裡是會立體的 少許立體的 這個不會按得平的 然後上面這個 就有一條中線 我們把它頂住這個角落頭 頂住這個角落頭 這樣回覆下來 接下來 下面是繼續按住的 最後就是按下來之後 中線就對回到中線 上面剛剛好是一個角落頭 是一個角位的位置 好了 好了 現在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看到星星下面的兩隻角 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搞上上面那三隻角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找回一條中線 找回一條中線 我們就揭書地揭過去 同一時間 我們就接上斜線過去 剛剛的底線 就是碰到另一邊的角的底線 這樣 然後我們又是揭書地揭過去 這個就要製造一個新的接痕 要製造一個新的接痕 這樣接回去 又是 就是按平它之後 接回實的角 另一邊 其實大同小二都是這樣做 在中間線那裡揭書地揭過去 同一時間就按著斜線接 接著不要彈開 就碰到那個底線 接過去 好了 然後我們在中間那裡又揭書地揭過去 好了 接著我們這裡要弄幾條接線 才可以繼續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這兩邊的角 就貼到中間 這條線這樣貼到中間 好了 這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線貼到中間 是很簡單的一個形狀 很簡單的切法 好了 然後這裡要留意 這個細微一點的動作 我們看到這條線 和上面那個是凸了出來一點 我們就要把它 跟著那條線接回去 最重要是點著上面的角 就跟著那條線 接回去 令它不要凸出來 這個就 因為已經有兩三頁 所以就難一點 大家嘗試小心點去接 這個位置 是類似這樣 這邊也是一樣 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上面的角就點著 是 完全 剛剛好碰住 外面那條線來接 是類似這樣的樣子 是 大家應該明白的 我們就 把這個接筒打開 打開 然後我們就開始接 將這一頁 揭過來 揭過來 然後我們就將 這一邊的紙 這一邊 接到中間 有一個 像是星星的形狀 是 做完這邊 然後我們就 打開 接著又到這一邊 揭過來之後 又是 旁邊的條線接去中間 然後打開 我們又是要做一個接線 首先 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 就要 碰著條底線 這樣接去這個位置 留意是哪個位置 就是 下面星星的角落頭 和上面這個平線的位置 我們就接過去 大家會留意到 接了過去之後 連這邊都會碰著那個角 碰著下面的邊 這邊又是一樣 就是這樣 複過來 碰著剛剛好的位置 碰著剛剛好的位置 又是 這個又是要刮緊 好了 好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 其中一邊就 複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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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的接法 其實是為了遷就鏡頭 大家自己接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對著自己 會好一點 好了 然後我們把這一頁 這一頁 揭起 這樣接 這樣接法 怎樣接 那個位置怎樣拿 就是 最頂那裡 是碰著角的 那麼 旁邊的位置 剛剛好 就是跟 下面那條線 下面那條線是 成一直線 這條接線是這樣的 剛剛接完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這裡就可以跟 接線接上來的 一個星星的角落頭 就是 旁邊的角落頭 然後 我們就跟剛才接的右邊 兩上和下都是一樣的 跟右邊就可以這樣接下來了 所以剛才的位置 如果拿得漂亮的話 最後的成品就會更漂亮 是原成品 不是成品書店的成品 好了 做完之後 我們將這條線 把這條線 回覆上來 對 上面那個不用動 上面那邊 側面那邊不用理 這個要動 然後 這個就麻煩一點 這裡可以打開 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我們將 打開了新的手進去之後 將 上面這個剛才接下去的位置 就這樣 放進去中間 就形成一個位置 鎖住了 側邊的位置 這樣 是 上面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淺的手袋 這樣 好了 這個叫做做好這條角 將它 按過來 這邊叫做完成 這邊就完成了 我們這邊要做同一樣東西 就是將這個角落頭 這個三角形 整過來 之後 我們就 將這個接下來 跟回那一直線 剛才說過 這個頂上 就是一個角落頭 碰住的 下面這個就是 跟回 這個底的角的那條直線 這樣 然後這邊就跟回 接垢接 然後也是 跟回接垢 接下來 對 去到這個位置 跟剛才的 完全一樣 去到這裡 我們將這個 接上去 又是 伸手進去這個空位 就幫助 將上面那個 放進去中間 在這裡看 放進去中間 跟回接線 接得好的話 應該是容易的 對 有時 側邊那邊 就會放進去 我們放進去 好 好 好 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將這個 放進去 好 差不多完成了 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做多一件事 將這一邊 放進去之後 我們把這一頁 其實下面有個 有個 袋子 我們將這一頁 放進去 為了鎖 那個星星 對 好 對 然後這邊 又是做同一件事 將這一頁 放進去 下面的 袋子 那裏 做好之後 好 這就是正面的位置 會漂亮一點 這樣 我們要弄到它 像一個海星 就要把它弄到立體一點 立體一點 我們這個已經是一個五角星 我們每一個角 我們就摺一摺它的中線位 每一個角都摺一摺它的中線位 我們反轉它 每一個角都摺一摺的中線位 這樣就弄到它 成一個立體的形狀 是的 其實這個 可能大家已經很熟了 摺這個中線位的動作 難不倒大家了 好了 每一個 就是總共摺五條 每一隻角都摺一摺中線位 好了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摺完中線位之後 我們就把角和角之間的位 摺一摺它 令它很立體的 就會拱起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看法 一個星星 你可以說它是聖誕樹上面的星星 也可以 但是這裡我們為了配合海洋生物這個主題 我們就會叫它做海星 這樣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個海星 你說難也不難 但是 都可以接到 如果大家這麼多集都有接的話 我們下個星期的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ED iREE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ED 就需要對面的記者 準確的有關 起床的記者 出名的記者 一起去 找一個記者 的記者 這是